大家好,欢迎来到果然八戒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,爱情深而不受,最明月于九一,近日,有消息传出网剧《镜华水月》即将开拍,男女主游当红明星杨子,谭剑自出演,这是继场相思后两人的再大,我们的妖柳CP这次能圆满了吧,一起来看看吧! 即便有网友质疑杨子沉迷于古装剧领域,但杨子依旧兢兢业业,做到了跟角色同杯同喜,截至目前,杨子已经尝试了古装仙侠剧,古装虐恋剧,但在古装悬疑剧领域,古装清洗剧领域,古装历史剧,古装宅斗剧等领域,杨子还缺乏代表作,近日,一部名为《镜华水月》的古装历史剧,已经开始邀请杨子, 《镜华水月》是一部古装历史剧,也是一部古装大女主剧,该剧主要讲述的是朱静静的一生,朱静静是朱元璋的悲情长女,十四岁桑母,前半生备受宠爱,后半生却跟随驸马李奇到处漂泊,杨子在起古装,背抱雨坛剑刺,刘雨宁领衔,历史剧《镜华水月》启动,在《镜华水月》中,女主是一个善解人意,大致若愚, 恪守礼法,温柔贤淑的公主形象,很少让让朱元璋和马皇后操心,可以算是典型的古代贤女形象,但面对老一辈的恩怨时,女主却为了男主,第一次跟父亲叫板,希望父亲赏罚分明,只可惜帝王多疑, 女主最终只能选择陪着男主同甘共苦,但男主心结难解,对女主最终只有责,憎恨和嫌弃,以往杨子的古装形象几乎,都是灵动可爱的女主人设,这次杨子首次挑战温柔贤惠,大致若愚的历史人物朱晋晋一角,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享受,这次,谭剑刺惊喜加盟镜华水月,肯定会为该剧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,再加上谭剑刺打下, 其行云流水,肯定会赋予李奇这个角色有趣的灵魂,除此之外,谭剑刺在长相思里,古装扮想惊艳,气质正义凛然,非常适合出演古装历史剧,众所周知,杨子和谭剑刺都是娱乐圈,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演员,两人无论是情绪把控还是台词处理,都恰到好处,肯定会为进花水月,这部作品提供很多高光时刻, 也会把男女主之间先婚后爱,家仇国恨的元素,演绎得活灵活现,净华水月除了友谊绰号,杨子和谭剑刺二大外,该剧还接触到了刘雨宁这位宝藏演员,刘雨宁是业内公认的爱情保安,她的歌声一出,男女主的感情就会迅速发展, 这次,刘雨宁以男二的身份惊喜加盟进花水月,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好听的歌曲,再加上她演技细腻生动,古装仪态端正,肯定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,杨子的抗拒能力,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,她不仅长得漂亮,演技也相当炸裂的, 作为童星出道的她,是每个暑假都会出现在电视里里的面孔,从家有儿女,战长沙,到香蜜沉沉静如双亲爱的热爱的,再到长相思,呈现出不同精彩的人物,都让人喜欢得不得了,而这次与杨子搭档的男演员,选用的是最近爆火的谭剑刺,她五官精致,长相帅气,古装扮相更是一绝,尤其是她饰演的九命相领,浑身散发着一种清冷天, 挑逸的气质,除此之外,她的演技也是一流的,对角色的情感把控也非常贴切,无论是冷若冰生的外表下无法控制的动心,还是热情如火真心流露出的一瞬,她的细腻表演都为角色增添了一丝真实感, 杨子,这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,早在同情时代就斩路头奖,她在与同P90后小花的竞争中表现出色,虽然她的本质是演戏,但在影视资源方面,她一直备受瞩目,不乏一些代表作品,在每年的微博之夜和各大平台的PK赛中,杨子的排名始终保持在前三名, 这表明她在时尚和杂志界备受喜爱,然而,现实却与此不符,相比底力热巴,李沁等小花,杨子在时尚和杂志方面一直平平无奇,未能获得与其热度和人气相符的资源,有人在最近发现,杨子的团队工作人员频繁约请各大摄影棚,为她预约拍摄杂志的时间,这引发了广泛关注,原来,为了提升她在商务领域的价值, 杨子补习重金更换了自己的造型团队,新团队不仅背景深厚,实力也非常强大,他们充分认识到杨子的优势和不足,在妆容和着装方面精心打磨,使她的整体形象更加高级,而就在最近,她亮相巴黎时装周,身穿羽毛袖白衬衫的造型令人惊艳,现场人潮汹涌,但杨子却显得从容淡定,那份温柔与酷酷的气质令人难以忘怀, 杨子的气质总是那么独特,她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自信和优雅,这次巴黎之行,她选择了羽毛袖白衬衫作为造型的主角,这件衣服不仅展现了她的优雅和精致,更体现了她的酷酷个性,在很多人看来, 这件衣服可能过于华丽,甚至有些俗气,但杨子却将她穿出了自己的风格,她的自信和从容让,这件衣服缓发出新的生命力,让人们不得不佩服,她的时尚品位和穿搭技巧, 在现场,人们正相目睹这位娱乐圈的,璀璨明星的风采,人山人海的场面足以证明杨子的影响力,然而,她并没有被人群的压力所影响,反而更加坚定地走在了时尚的前沿, 杨子的酷酷个性在这次巴黎之行中,得到了充分的展现,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和自信,她的每一个眼神都透露出坚定和果敢, 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,更是一位时尚的引领者,她的出现,无疑为中国的时尚界注入了新的活力,GQ盛典也是演艺界的盛世,聚集了众多顶尖的明星和行业精英,作为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, 杨子将有机会与国内外的明星互动交流,拓展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,这对于她未来的职业发展来说,无疑是一次宝贵的机会, 除了展示时尚风格和与明星交流,GQ盛典也是一次能够汲取灵感和启发的场合,在盛典上,杨子将有机会聆听业界精英的演讲和分享, 与行业内的前辈学习和交流经验,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,总之,杨子将出席GQ盛典, 意味着她在演艺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,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演员,她的出席将进一步巩固,她在时尚与演艺界的地位, 相信这次盛典对于杨子的成长和职业发展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,也会为她的未来铺平更为广阔的道路, 让我们期待着她在GQ盛典上的精彩亮相,并为她的成就和前途加油,与杨子相别, 其他女星如迪丽热巴和杨幂等,人在时尚资源上显得更为丰富, 她们频繁解锁各大品牌的高定,并且展示出多样且富有特色的时尚造型, 吸引了大量目光和关注,事实上,杨子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时尚潜力, 她拥有一张精致的脸庞和一双富有表现力的大眼睛, 这都是塑造时尚形象的良好基础,只要得到合适的打造, 她完全有能力在时尚领域发光发热,杨子和其团队如果能认真对待粉丝的诉求, 并且加大对她个人形象的投入和打造,完全有可能帮助她, 在时尚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,现在的形象团队或许, 应该重新评估和调整她们的策略,确保能更好地突出杨子的个性和魅力, 对于杨子来说,景象和时尚同样是她事业的一部分, 也是粉丝关注的焦点,希望她的团队能够认真听取外界的意见, 让杨子的形象和作风在公众面前,呈现出更多圆和富有个性的一面, 进一步巩固她在演艺界的地位,也让她的粉丝感到更加满意和自豪。